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 这是一个每周播一次的节目呢 它有可能是30分钟或超过不一定 那我们节目呢最需要带给大家呢 就是你感觉好像听了什么 但是又毫无收获 这种听到一些垃圾话的感觉 然后笑一笑就算了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那今天的主题是女人为了维持美丽拼命好辛苦 虽然我个人其实没有怎么样在维持啦 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找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妈妈 她也是国际名模 我什么时候可以讲话 不管我不要让你讲话 我唯一的女明星朋友林可通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第一集是在讲渣男 我播出以后可通就敲我说 我也是被劈腿 你怎么不约我聊渣男呢 而且她告诉我说 她就是在康熙来了聊被劈腿 然后走红的 然后我心里想说 你知道我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我以为只有我是踩着前男友的尸体往上爬的人 没想到你也是 对我也是 我很不甘心 我们是同一个出身背景的 而且我们还都一样生两儿子 怎么那么随 所以我是逸文圈的林可通吗 而且我们还用同一位化妆师 对没错 你在学我吧 可是不管我跟你讲 我这一切我都是非常不甘心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有人是跟我一样的呢 所以我决定先聊渣男 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再聊女明星 她是怎么维持漂亮的好不好 好不用欢迎了吧都已经讲出来了 好都没有先介绍我 好都没有先介绍我 你已经忍不住先讲话了 而且你怎么会说是一位美丽的妈妈 一讲妈妈人家就觉得不美丽啦 没有可是 怎么会呢 我正想问你 人妻很有吸引力 真的假的 不愿爱很有吸引力 她一直说因为人妻是一个类别 真的喔 没有如果在A片的分类里头 会有人妻类啊 对不对 会有胸部特别大的 对 或者是腿特别细的和太太 很人妻 真的 因为我都一直觉得 自己当妈妈之后就 好像没有那个吸引力 好像没有人会喜欢我了 怎么可能 说是还是会有人喜欢就对了 还是有的人就是 就像一堆游游腻腻的 喜欢你 没有我是开玩笑的 游游腻腻的 欸你老公很想聊欸 对啊他真的很想聊欸 那你好啊你讲啊 没有没有讲啊 所以你也会意淫人妻吗 不会不会 他评论了一下 因为我在 因为我在他说 我只意淫我自己的太太 说什么都不好听好不好 那你可以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欸我不用介绍你了吧 你可以先介绍一下 你到底是怎么样 被劈对 没错 我以前去香港工作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一个香港男孩 男男子 因为小时候就很迷那个港星嘛 第一次遇到有一个男生唱歌 就是广东话这么标准 就觉得哇太帅了 因为他是香港人啊 但是搞不清楚嘛 就爱上了 然后就那时候才二十五六岁 就很想要嫁给人家 人家真的没有要娶你 然后之后他也就就劈腿了 劈腿跟我分手 然后劈腿之后 因为他说他不想要远距离 然后我还为了他再去香港 就是工作住了四五个月 就是苦苦的想要在那边等他 跟我在一起 就人家没有跟我在一起 最后我还在Facebook上面发现 他早就已经交别的女朋友了 早就 对早就 就根本就是劈腿才跟我分手 不是为了远距离 一定都是这样啊 对 然后我就很伤心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去 康熙来了上一个节目的通告 要宣传我的戏 那我怎么会在节目上讲的这个故事 有点又哭又笑的说 我很开心我今天把这句话讲出来 我就是要在这么多人看的节目里面 让人家知道 我这个香港男朋友是个渣男 我不知道我当初是不是疯了 那个时候你是被批多久 我走不出来很多年 因为我后面有四五年 都没有交男朋友 可是你是交往多久 为什么被批要这么难过 只交一年多吧 就是因为我每一个男朋友 都会想要嫁给他 所以就很认真的跟他在一起 对啊 而且我到 就是认识我现在老公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现在老公是一个真的很值得在一起的人 然后我就跟那个男朋友说 我真的觉得遇到一个很好的人 我觉得我可能会跟他结婚 或是在一起很久了 很稳定的交往了 然后我跟他都哭了 为什么 就是觉得 蛤我们两个真的不可能了 你说那个香港那个吗 对啊 对他也哭了耶 可是你觉得他是渣男 然后你就已经把他骂到臭头了 你似乎还会跟他联络哦 我是也蛮奇怪的 他知不知道你 他知不知道你上节目就骂他 他知道啊 他也觉得嗯 就是蛮酷的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 因为他是香港 因为他也没有知名到信啊 因为他是香港人 可是我跟我被骂的那个前男友 就已经完全是末路人了 而且他整个封锁我 就是我连在共同的朋友 我都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任何消息 他很气吗 我也不知道 我很过分吗 不会啊 因为当下就是很想抒发那个情绪啊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骗我 因为被欺骗的太严重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一阵子醒过来之后 就觉得这个人其实在你的人生的那个阶段 还是给你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或者是因为我可能在香港工作 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成长很多 你只是在讲前男友的故事 你不是在讲渣男的故事 对啊我也觉得 我觉得还是带着爱啊 我对你这个很失望耶 还甜甜在这样子 因为他不渣呀 而且我在 我每次在讲我自己的Podcast 我在我的Podcast的时候也很常讲到我前男友 可是我 你知道什么是劈腿吗 他这样子就是 他就是爱上别人而已啊 他就是欺骗我的感情 他没有同时跟你和 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啊 这样不算是劈腿啊 算他有 因为他应该有 只是我没有 我当时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今时今日 好像只劈一个腿 撑不上渣男耶 对啊我真的觉得还好 也没有骗我的钱啊 或者是就是在骗我的朋友什么之类的 那你自己刚刚一直想要讲 你还自己要敲我说 你也可以讲渣男故事 结果没有很渣 因为我还没有听完你朋友的故事 而且你现在带着爱意 在讲这些事情耶 也没有爱意 还甜甜的 你会讲一个回忆啦 你肚子这么大 然后你在 你在回忆的前男友你好意思哦 不会啊 就是朋友嘛 对不对 反走过必留过痕迹 我当下 我当时报纸的心态是 我要跟你比 到底可以靠着讲渣男 然后那个往上爬到什么地步 谁是比较成功的 结果你的故事非常的 薄弱吗 你的故事非常薄弱耶 你有更糟的被屁的故事 还要逼你想一个 没有 就每次都被劈腿啊 但是这是印象最深 因为其他都是小时候的就 就难过就难过就算了 也就是他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就分手 然后之后才知道他有跟别人在一起 所以也没有在抓的那个程度吗 没有耶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朋友 他就是他说他有那个 抓奸在床 对他有抓奸在床的经验 好可怕啊 怎么那么厉害啊 他也很得意的跟我讲说 他觉得他有他男朋友老二的雷达 哈哈哈哈 他说他男朋友可能告诉他说我跟我朋友出去喝酒 之类的 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说 我觉得他好像 等一下 嗯 是那个东西吗 什么东西 就是你圓圆他就 嘀 嘀 嘀 越靠越近 他就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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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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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我不知道 他会洒水吗 有没有 烟很大 他会洒水 聞到味道 不然怎么知道 对不知道 他就说他当下 他 current 听 差点在床 欸你沒有這樣嗎 我是有小時候 那小時候已經知道那個男朋友 好像跟別的女生在一起 然後我就請我的朋友 打電話給那個男生 就我的男朋友 然後我在旁邊聽 就真的是聽到是女生接電話 那女生說 喔他在上廁所 等一下他就出來了 然後就是我懷疑的那個女生 所以就當下就很崩潰 而且我記得幫我打電話的那個人 好像是我男朋友的朋友 但是我現在忘記他是誰了 可是你的故事 真的讓我很失望老實說 因為我都不夠生氣嘛 所以我們接受 不夠生氣 很深刻啊 還是只深刻在我心中啊 對他只有在你心中 不然你們的前男友都多渣啊 也沒有刺激的事情啊 而且也沒有好像真的到說 欸你可以靠著前男友往上爬 沒有 只是你剛好講的這個故事 然後因為很少女明星會講這些事情 真的喔 可能我在節目上又哭又笑 讓人家覺得我太瘋了 我就 可是我真的是因為在那個 康熙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然後大概有五六年 就是只要關於感情 然後傻跟笨的那個主題 就會一直罰我 我就這樣騙了很多通告費啊 我也算是因為這個故事 往上爬了一點啊 那你知道我 因為前男友劈腿而成為作家的事吧 我知道 但是你的那一段人生我沒有follow到 因為我是當媽媽之後才follow你的 可是因為我跟那個前男友 他好像我們交往不到一年吧 對 然後我就一直靠著罵他 然後開始寫專欄 然後出書 我就罵他罵十年 我們明明就才交往不到一年喔 可是你在交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罵了 沒有啊我就是後來也算是半輩批人 因為他當初可能是認識了其他女生 然後他就想跟我分手 然後他就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他就在我家一直有各個戲劇化的舉動 然後就是要跟我分手 然後問他原因也就是說沒有 就會變一些其他理由嘛 沒有因為最有名的就是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他跟我說我的空虛勢頭野獸 會傷害身邊的人 什麼東西啊 對 他也是一位文青嗎 對啊他就是一位文青啊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且我今天還準備了非常多故事 想要跟你拼 想說我才是真正靠前男友往上爬的人 結果你的故事這麼讓我失望 欸我在飄洋過海去那邊等他 也是很努力欸 沒有你的故事好讓我失望喔 我願意聊回主題了 好不好意思浪費大家十分鐘 對啊你去生小孩啦 討厭啦 你根本沒有靠踩著他往上爬好嗎 可能我的美麗已經讓大家忘記 我曾經是因為被劈腿而走紅的 OK欸你也真的很會帶回主題 不怪是你明星欸 那你曾經為維持美麗 付出龐大的金錢或是活受罪 因為你至少你 不要說他說以前是個模特兒 你現在也是個名模 你為了美麗有付出很多代價嗎 很多心力嗎 有啊雖然我有點天生利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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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需要努力的維持啊 欸沒有看他素顏真的可以跟他本人有沒有化妝 其實看起來差不多啊 你也是 因為你皮膚超好的 哎呦不要這樣說啊 哈哈哈哈 這是那個媽媽群人大會 這是我們客套的對話 對那你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我以前其實是南部小孩 所以我吃東西吃得很髒 我覺得 這樣講都講不對喔 欸你這樣對南部的小孩來說 南部口味比較重 但是小時候真的就是早餐吃油飯 然後很容易吃到 羹類的東西 嗯 什麼羹然後 會喝甜的飲料 不喜歡喝水 就是以前小時候就是會有這樣的習慣 嗯 然後可是到 然後開始慢慢知道運動 然後養生這些事情之後 我就認真的戒掉這些壞習慣 嗯 以前我就吃又油又髒又甜 又炸又卤 就是很喜歡這種重口味的東西 可是我大概已經 15年沒有吃過宵夜了 欸有人說女明星這一輩子都只有吃三分飽欸 是這樣嗎 沒有沒有 其實我吃很飽 還是因為我現在肚子太大 你現在肚子太大 你喜歡永遠看起來都很像很飽 有 我有認真就是不要吃那麼飽 就是如果真的是在控制體重的時候 嗯 然後我真的覺得選擇東西吃非常重要 因為我身邊好多媽媽朋友都還是在吃宵夜 嗯 他們都覺得小孩睡了就是一個很放鬆的時候 對 要偷偷吃東西 但是我就完全不會讓我想到要吃宵夜 已經完全戒掉 但是在15年前我是每天都要吃宵夜的人 可是那時候你已經是一個模特兒了耶 對 而且我那時候其實蠻容易胖的 然後我以前上半身無敵瘦 嗯 然後下半身就是活生生比上半身大2號到3號 嗯 對然後以前不是很常 拍服裝目錄都要穿牛仔褲 牛仔褲以前的牛仔褲不是那種彈性的 是很很硬的 嗯 然後你記不記得很多模特都會把 第一個扣子解開 然後就很像很性感一樣 嗯 就是會把那個腰露出來 嗯 我以前有很多這種照片 但其實都是因為我牛仔褲扣不起來 蛤天啊 然後我就把它打開然後就假裝性感 但其實那件褲子我就是扣不起來 嗯 因為我下盤太大了 天啊 那為了漂亮你對自己做過最狠的事是什麼 我覺得最難撿的時候真的是產後那一年吧 哦 哦 因為我第一胎胖12公斤 12還好好不好 但是就是線條會變很差啊 嗯 就是肚子會變很大 嗯 然後因為我產後漏尿很嚴重 哈哈哈 可以聊這個嗎 可以啊 因為有運動會縮回來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要運動的時候 你就免不了你要上上下下的跳躍 跨步 蹲 然後你就會漏得更嚴重 那怎麼辦 然後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讓它慢慢回復 但是我真的是現在完全沒辦法跳 我現在想等生完第二胎要去做手術治療 可以做雷射啊 對啊對啊 就想要做雷射 欸你知道做那個雷射 它其實就是會縮音 就會變緊實 對我有一個朋友說非常有效 他說他是一個療程 然後他就說呢 他去做了那個以後 他老公就 嗚 愛不釋手 人妻好有妹的 他就說他一直叫老公去結紮 然後他老公都死都不去 然後他去做了 因為他露 對他第三胎他生三個 然後他因為露尿 後來他就去雷射 他雷射以後他老公就 嗚 愛不釋手 他老公就願意去結紮了 因為他覺得他需要常常用 有人需要這方面 好有畫面喔 愛不釋手 愛不釋手是什麼 你知道每天一直摸他這樣子嗎 你的意思是就像寶寶一直 啊寶貝 對啊 因為我有朋友是瓶尿 生完瓶尿 他也是做完那個雷射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種雷射 他有告訴你他會緊實嗎 他沒有跟我說 然後我朋友還說天哪 他說他覺得他老公用完以後 都想要添油香 都覺得哇真的是太棒了 然後他就 添油香 然後他說他有次去跟那個什麼 幫他做縮音的那個 露尿的那個醫生 產歌然後他老公還帶大紅包圈 哈哈哈哈哈 你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等我縮完音嘛 哈哈哈哈哈 再來跟大家分享有多有用 對啊 因為生完好像真的都會這樣啊 可是我 欸 我們是不是離題啊 我們這一集好不離題嗎 沒有這跟美麗非常非常有關係 哦 妳要說從裡面美到外面嗎 對 從裡到外我們都非常的care 不愧是妳耶 對啊 欸那妳有問過妳老公 生完之後會比較鬆嗎 沒有問過 因為沒什麼在用啊 哈哈哈 對我剛才妳真的生完以後 就不是很想要用它 而且他應該也不好意思說吧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感覺 我很認真問過我老公 他說沒有 哈哈哈 沒有差 他說他覺得沒有差 沒差啊沒差 哈哈哈 還是他怕我 他怕他如果說 真的好像鬆了一點 我說好 你以後就不要用 你不喜歡 你以後就不要用 你知道嗎 不是就要給錢啊 打這個縮音這樣 贊助 因為我有跟我老公說 就是漏掉真的太可憐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錢妳一定要付 欸可是問題妳有做運動 我以為有做運動就不會耶 因為我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卡了很久才出來 欸那是因為小孩大 是不是要告訴大家一個很好的觀念 就是請小孩不要養太大 對然後還有就是我的兩胎 都是很早 七個月就往下鑽了 就是壓在我的 就是子宮頸 喔那就會很容易 跟膀胱的位置 所以本來就會很容易漏尿 妳小孩生出來多大啊 其實不大耶 3120 第一胎不大 我的都才2000多 真的喔 對我的第一個2800 因為我記得妳也是胖很少 對我第一個2800 第二個更小 所以醫生說 其實這樣比較不會 不容易傷害尿 對啊 比較不會漏尿之類的 對啊我不行 我兩胎都 原來如此 都被壓到了 找到答案 妳現在接什麼話 剛剛的答案 OK 所以我就說減肥很辛苦 就是產後運動之外 就是因為漏尿很嚴重 就是要去對抗那個漏尿 然後再認真做運動 然後再加上我這兩年 做了一個運動品牌 Hi-Fi 對 然後是在我剛生完就開始做 然後那個時候是非常需要 拍各式各樣的運動影片 我就是每一個運動影片 都是血淚交雜 沒有解釋尿 就不要穿灰色的 漏尿交雜 就是一邊漏尿 一邊拍那些運動影片 然後就是想要自己瘦回來 然後也想要自己的形象啊 品牌啊 然後建立的更好 也在這兩年裡面 又考了一個瑜伽的健身教練的執照 然後還有就是專門教孕婦的一個教練執照 我真的好意外 你堂堂一個女明星在這邊大談漏尿 對我也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很多人有這個困擾不敢講 然後讓他們覺得不敢去看醫生 那倒不如我們是公眾人物 我們就告訴人家 真的很多人都會漏尿 這集真的好難以定義哦 一開始講一些劈腿 快來講漏尿 那你會不會做醫美之類的 女明星可以承認自己有做醫美嗎 可以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流行 像我一直看你的鳳凰電波 我也是想說生完一定要打 雨時光逆行真的很厲害 對因為我之前是有打過陰波 然後我覺得也真的有差 嗯 對啊 所以我不會排斥做醫美 但是不是說是去動刀的整形 嗯 但是說不定老一點的時候也會想做 陰波會不會痛 很痛 陰波也蠻痛的 因為很多人問我 我打完鳳凰電波就一直問會不會痛 欸鳳凰人他不是說超痛嗎 欸其實我覺得還好 可忍受耶 比生小孩還不痛啊 生小孩比較痛 他的人痛程度跟一般人不一樣 不一樣 那你還打無痛分娩 欸我跟你講陣痛超痛 你有痛到陣痛 我陣痛超痛 我們講回美麗好嗎 喔好 欸我們到底誰不小心講 生小孩是 哈哈哈 你就出來插嘴好不好 因為我一直講漏尿啊 對不起 好煩喔 欸沒有 因為那個很多人問我鳳凰電波 對啊 可是我聽說鳳凰電波是 算比較不痛的 蛤 我有朋友打肚子 他說超痛耶 鳳凰電波打肚子 那他應該很有錢耶 因為鳳凰電波光打臉就要十萬了 他打肚子不是更貴 因為他的那個老公是醫美的醫生啊 啊好棒 他想打哪裡就打哪裡啊 那我大概知道是誰了 哈哈哈 就是我的partner 欸我可以順便廣告一下我的podcast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你們就是在前十名耶 真的嗎 聽說一上就會很容易 就第三名耶 沒有聽說剛上就會很容易 我剛上也大概就十幾名 二十名耶 沒有到前十名這種 這種地位好不好 大家好 我本人女明星林可彤 已經有一個三十多集的podcast 叫做聽老小姐的話 有三個老小姐一直喋喋不休在聊天 請大家也稍微給我們 就是訂閱評論五顆星好嗎 哈哈哈 好的 欸那請問齁 你會不會覺得老公小孩是維持美麗路上的殺手 哦 一定的啊 我看到自己最慘的時候就是生完小孩的時候 嗯 老公是一開始你會為他 談戀愛說你真的會為他變得很美 就是手腳指甲做很漂亮啊 嗯 每天頭髮就是要香的啊 然後 我以前剛跟我老公認識的時候 肚子跟臀部的下緣都是露出來的 哈哈哈 因為我永遠去衝穿超短的 而且你比較不怕冷 你的屁股蛋比較不怕冷 你比較怕熱 年輕的時候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就知道你的屁股蛋的體質比較燥熱 有些女孩子他就是屁股蛋很燥熱 而且人生還沒 真的要放在外面 人生還沒在穿安全褲的 哦沒有不用 我每次只要去工作 然後我的經驗就很緊張 以前都穿比較短嘛 然後他就說你今天有沒有戴安全褲 我說我內褲就很大件 幹嘛戴安全褲 而且安全褲不好看 對 看安全褲不都一樣嗎 倒不如看安全褲 而看內褲還比較好看 是 然後他們都覺得我價值觀很偏大 你真的很開朗欸 對 那我也在談戀愛的時候 真的就是這樣 就那時候單身很久了 好不容易 就是每天都是極其性感的在過生活 然後一認識到老公的時候 就很想要緊緊把他抓住 所以都一直穿得超辣 但是生完之後真的就好像沒有 我覺得所以老公不會阻擋我們 是小孩才會 因為現在就常要蹲下站起來 就沒辦法穿那麼少啊 欸你會不會怕你老公 其實自己是一個喜歡拉美的人 然後你突然之間你的屁股蛋都收山了 他會不會 會不會 去路上尋找別的屁股蛋 他現在看我就覺得我很慈祥吧 很愛小孩他就覺得開心了 而且我現在穿這樣也不適合吧 其實不會啦 可以 但是那天 我們家有一個長輩要來家吃飯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最近都在家裡 就是多躺多安胎嘛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不要穿那種大大的運動服 不好看 我就穿一個合身的洋裝出來 跟長輩吃飯 然後我就去換了一個合身的洋裝 一走出來 我老公說 你這樣太性感了 去換衣服 去換衣服 對 我以前就沒有特別愛打扮 我以前就是算是一個比較不修邊覆的人 然後我婚後更是無限 可是你現在有中睫毛 就隨時都很有精神啊 可是我對穿的是非常邋遢的 然後我的頭髮也都很邋遢 就是 因為你不愛洗頭 全台灣人都知道 對我不愛洗頭 然後因為我在家裡我沒有工作以後 我常常 他們早上出門我都穿了睡衣 到他們 放下班回來我還是穿同一套睡衣 哦 然後我就常常都是這樣在家裡 就像一個黃臉婆 然後我只要稍微 我會像一個人我老公就會說 今天看起來很不一樣 他就會覺得我今天看起來很美 我覺得有時候 感恩我們的工作 還有就是出去見人的機會 如果真的是每天都在家裡 真的會不想要打扮啊 欸我想問 我想問工程師 你覺得老婆一直不打扮 你會覺得看得很煩嗎 不會啊 如果他每天都打扮 你會不會有點煩 你會有點讓你覺得太緊張 因為我身邊有這種 出房門就會化好全妝的朋友 我有時候看到他都覺得好累哦 確實不至於啊 對啊 我說不至於說一定要每天都要全妝 我覺得全妝很辛苦欸 對啊 但是一個禮拜至少 三天打扮一下 我覺得 三天蠻多的 對啊三天超多好不好 那像 我有一陣子突然間醒過來 還去買漂亮的睡衣 但不是性感 但起碼是漂亮 因為我覺得我不能再穿破褲子 跟破T恤 而且我那種爛T恤 就會留下來當睡衣 然後已經這樣 十年了 然後我就有一天突然覺得說我不能再這樣子 我要去買可愛的日本睡衣 結果呢 我就真的把它全部都換成漂亮的睡衣 然後我老公就問我 你怎麼了 然後 所以他有發現 他有發現 對 就他有發現我就不再穿那個 爛爛的T恤 欸你知道我生完小孩以後 我有一陣子都穿蒲乳衣 對啊 我也是 對啊 因為為了要餵奶啊 然後洋裝什麼都很不方便 為了要餵奶或擠奶 其實穿蒲乳衣是非常方便的 從旁邊就可以把胸部撈出來 撈出來 對啊 而且我那個時候 蒲乳衣還蠻 蠻性感的 哈哈哈哈哈 你在想什麼 不會讓你撈好不好 沒有 沒有想要撈的意思 我只是 而且我跟你講 我那陣子 因為我餵奶 餵到那個 被 奶頭被咬破了 然後都 好可怕 我見你好像是不是餵很久 對我餵很久 然後我奶頭都要 煎烘啊 因為他不能在衣服裡頭一直被磨啊 所以家裡如果沒有人的時候 我都穿蒲乳衣 然後 又把胸部放在外面 哈哈哈 就把那兩棟撐開 然後把奶放在外面 我覺得生完的 有一陣子 真的會覺得自己很像動物 很可怕 全身上下都像動物 就是很不能接受自己 所以我覺得婚後 還是可以一樣講究 剛才生完很難對不對 對 但是 所有的婦女們 一定要醒一醒 因為沒有人會喜歡 降著自己 就是不要你老公不喜歡 你自己也會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要打扮 邋遢了一陣子之後 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打扮 然後 要穿好看一點 所以我也是真的是 場後一陣子之後 才換掉所有的爛睡衣 可是至少你要出門上班 其實你要出門工作 你還是大部分時候 你要維持基本的體面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也是會讓我們比較知道要 隨時要注意衣容 不然很容易就會邋遢下去了 然後我們節目竟然有 整理黃臉婆的特徵 我覺得好惡劣喔 第一個是肚皮不但鬆鬆 還有韌成紋 你有韌成紋嗎 我沒有韌成紋耶 韌成紋我覺得是體質耶 有一點體質 還有就是 其實你不認真擦油 讓它一直很癢 然後你會一直抓的 也很容易留紋路 或者是你胖太快 肚子一下子 撐開的話 我是聽說 如果你就是先你媽媽 如果你媽媽如果有的話 你大概也會 大概有八成以上的機會 我媽就是有 所以我很怕 但你沒有 因為我媽三胎都是胖 快三十公斤 那又胖太多啊 沒辦法 所以一定會長 她永遠掛著黑眼圈 皮膚蠟黃長斑 哦對 有時候我看到我朋友 臉一直長斑 我就會說你要不要打雷射啊 因為有斑真的看起來很老啊 對沒錯 很年輕 然後可是顴骨很多斑 我跟你講去打皮秒 去打完皮秒 又輕鬆又便宜 然後斑就會沒有啦 還有賣衝光是不是也可以 反正我跟你講 擦什麼保養品 其實斑都不會掉的 哦 對 我覺得它了不起有點淡 它不會掉 對對對 就是去打 而且一定要好好 術後保養 嗯 不然會弄得更慘 OK 還有穿著紙球舒適 不想花時間打扮 這個其實這有點像是全世界的流行 因為你知道今年不都流行 就是休閒運動風嘛 然後寬寬鬆鬆oversize的衣服 欸可是我覺得說到那個 我認識非常多的媽媽 當媽媽以後 都再也不穿有鋼圈的內衣了耶 沒有我都穿有鋼圈的 我至今都還穿有鋼圈的 你到現在也會 你不會塞奶哦 棒 媽媽凱破 為什麼你現在要插話 插話點有點奇怪 你的插話點很奇怪耶 沒有沒有 你喜歡有鋼圈的內衣 你很在意有鋼圈的內衣嗎 不要當一回事情 OK還有白頭髮變多 也不想染頭髮啊 這個也有一點點 有的是因為懷孕的時候不染 其實是習慣 習慣性以後就變得不想染是嗎 不行不行 我覺得大家都要愛漂亮 對 要不然就是follow一些很愛漂亮人 你看到他們有點生氣 你回家就會想要 努力奮發向上 欸那你的心態很健康啊 因為我有時候會follow 那些很漂亮的媽媽往後 然後我就想說 呵你一定有型用人 一定每天都有人在幫你帶小孩 你才有空這樣 我也會這樣想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忍不住 對於他們那麼認真的打扮 很佩服 很敬佩 還有頭髮指甲都剪短 只求方便好整理 欸對很多人都說 天啊他很敬佩我 當媽媽還長頭髮 哦 你有聽過這種事嗎 有因為很懶得洗 這個長度很漂亮 但是我想說我生完小孩 肯定會把它剪掉 沒有可是長頭髮明明就比較好整理 可是你沒在洗啊 關你什麼事 沒有他頭皮天生利直 可以很多天不用洗 可是長頭髮真的比較好整理 他可以綁起來就好 又不用長長剪 短頭髮其實要長長剪 對對對 我真的可以半年剪一次 對對對 就比較省錢 也是為了你省錢的 沒錯 而且聊到媽媽 今陌生人都可以講超開 這蠻可怕的 這跟黃蓮婆有什麼關係 不過確實是這樣 欸所以你會跟陌生人講話嗎 會耶 像你叫女明星 他們有沒有看到說 天啊林可彤在跟我講話耶 我不會特別覺得自己是女明星啊 就是如果 去公園有媽媽 有小孩 都會跟人家聊天 對 還有一起上課的媽媽 我們也是都會聊天啊 對啊 當然媽媽以後 真的很喜歡跟陌生人聊天 可能這樣很黃蓮婆嗎 會嗎 不會啊 少女不跟路人聊天嗎 確實不會 少女就會說 討厭幹嘛 跟我搭訕 心理講 少女可能覺得 每個人都喜歡他 對 對啊 真的假的 OK 但是當爸爸之後 也會跟人家聊那個 哦對 也會聊小孩的事 哦 對 本來沒有話題 可是我覺得像女生 我們媽媽組在一起都蠻喜歡講老公壞話 但是是不是 男生聚在一起不會講老婆壞話 不過因為我們自己比較惡劣啊 沒有不是這樣想吧 我覺得他根本不在意 他們好像真的不會講我們的 男生好像真的不會講太太 可是我跟你講 所有的太太聚在一起就是講老公壞話 對 沒有別的話題 講完就很紓壓 然後比一比就覺得還好 家裡那個還好 然後回家還會對老公比較好 對對對 對啊我真的沒有一次 我婚後沒有一次出去 大家不是在講老公壞話耶 對 多多少少都會講 因為我問過一個男生 男生說你真的不喜歡他 就離開他就好啦 沒有必要在背後一直講他不好 你沒有在背後講啊 你都是大啦啦的寫在網路上這樣 是啦 沒錯啦 只是男生真的沒有那麼喜歡講太太 對 奇怪哦 你們也沒有忍耐 就是純粹不想講 還是其實內心很滿意 我覺得他們心不在家裡 對我們是多利啊 你知道 就是 一下就忘記這些事情 多利 多利這個例子很老 海底總動員已經 還好我最近有看 你看我們都還知道 不知道多利是誰 王小姐知道嗎 30歲王小姐 她說她知道 好了 欸那你覺得 女人應該要花多少時間在美麗 自己 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至少要做到哪些才不會變黃臉婆 我覺得要花很多時間 我覺得有人都會覺得 像不是 都會有人說什麼婆婆覺得 媳婦很花錢 或者是 老公覺得為什麼要去弄頭髮 弄指甲弄什麼的 但是 女生就是有很多細節 你整個人看起來才會漂亮啊 你如果頭髮兩個顏色不一樣 有那個布丁頭 布丁頭 然後髮尾是分叉的 然後指甲 手腳指甲乾乾的 露出來就不好看 然後腳跟是粗粗的 那一定就是會覺得不漂亮啊 那你很全面性耶 你連腳跟都要顧耶 我連 你知道我昨天 肚子這麼大 我竟然在那邊刮腿毛 跟身體的肚子的毛 跟手毛 然後她說 欸發現我肚子下面的毛 刮不到耶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還刮這些毛幹嘛 肚子下面的毛 對為什麼你會長毛呢 肚子上會有毛啊 我沒有耶 喔真的 大家都應該有肚毛嗎 有人會 中間特別有一條的 那是男生吧 女生比較少吧 女生也會有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懷孕 我就覺得 喔可能是因為你懷兒子 肚子上面有毛 嗯 然後因為我想要拍 小孩在動的叫什麼 喔胎動 胎動 對 然後我就看 怎麼上面有毛 我就要把它刮一刮 然後我就在洗澡的時候在那邊刮 然後就覺得哇 要刮肚子下面的毛 要好難刮 要刮大腿內側毛也好難刮 欸那你敢叫老公幫你做這些事嗎 我不敢耶 對好像好像在老公面前還是要有所保留 可是有些人很敢耶 因為我有朋友一直說他 什麼衛生棉條都是男朋友幫他塞的 對我不會聽過這種事情耶 小朋友是在炫耀嗎 他為什麼不自己塞啊 他覺得這樣好可怕 那他自己越進來越怕不可怕 那這樣男朋友塞他不覺得可怕嗎 我覺得他在他講話的時候帶著一點甜蜜 我覺得這是蠻難理解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塞衛生棉條 都要男朋友或老公幫他塞 我覺得蠻特別的 你有這個經驗嗎 你有這個經驗嗎 完全沒有 下次可以讓我試吃嗎 哈哈哈 不要 然後他戴那個手套 醫生那個手套 然後去幫你塞嗎 太噁心了 那我問 還沒有拆包裝 哈哈哈 戴女生手套 那我問你女明星如你 你那個生完小孩或婚後 你有不小心變成歐巴桑嗎 就是好像我覺得有一點點太容易 講一些生產跟生產的事情 是不是太常這樣講 人家會覺得很可怕 哦 可是我覺得那是生產過的女生 我覺得女生你要生產 跟男生你要當兵一樣 就是很愛講 就是你就會很愛講啊 可是在那些未婚少女的面前講 人家可能覺得你很可怕 是 哇我覺得我變得蠻愛碎念的 欸我也覺得 我那個時候覺得啊 因為歐巴桑很喜歡在路上管人家 東西掉了 或者是包包沒有拉鍊沒有拉 什麼之類的 我常常也會被歐巴桑指證說 欸你包包沒有拉 我有時候就故意這樣杯子 就沒有想要拉 呵呵 結果有一天我就看到一個路人 包包沒有拉 我就想說天哪 我不要告訴他 我不要告訴他 然後最後終於忍不住告訴他以後 心想天哪我就是個歐巴桑 我開始會注意人家那種 不相干的事情 而且好像變成歐巴桑之後 會跟一些年輕的小男生 講話會有一點點 就不會不好意思 然後可能會講出 讓對方很不好意思的話 嗯 我覺得好像會 你說亂吃小男生的豆腐嗎 用用言語 年輕的時候在健身房有游泳池 有個溫水池 然後那邊就有 兩個歐巴桑在泡湯 然後他就跟旁邊的男教練聊天 然後我在游泳 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聽到 他們在跟男教練聊天的內容 我想說哇好可怕 他們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講什麼 好像那個男生要進來整理池子 所以他也在那個池子裡面 然後他就類似在跟那個男生講 如果你現在在這個裡面 嗯 我忘記他怎麼形容 但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精子在這個水裡面流出來的話 我們兩個可能會懷孕 他就是講 歐巴桑 歐巴桑 然後他們在請一對一的教練的時候 原來那個教練要幫他們按摩很久 嗯 筋膜放鬆啊 壓壓腿壓壓腳壓很久 所以我就發現 是不是等到我們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在遇到年輕的小男生 就會變得很像狠趕跟吃他們豆腐 而且我剛以為你要說 但是到了現在幾年後 我已經生了一個小孩 我有時候也會 跟教練說這種話 我也是會這樣 喔 這是什麼 喔 這是什麼 喔 妳要小心喔 身材怎麼那麼好啊 最常一流進去後 我就會懷臉的小孩 這個是我這麼敢講啊 但是 稍微觸摸一下教練的身材 所以也是會覺得說 不會不好意思 但年輕的時候一定會不好意思 對 我覺得年紀大以後 臉皮會變很厚 而且好像越來越覺得說 這件事情簡如沒有做 兼犯科有什麼不能做的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 莫名之間講了很多話 讓年輕男生覺得不舒服 我是有時候站起來會想 欸 欸咻 欸咻 會會會會 年輕人應該不會這樣吧 會會會 王小姐搖搖頭 王小姐在聽 但她不能講話是不是 對 她沒有 她不想要講話 可是 因為她不懂啊 欸 多小 對對對 她不想要加入這個 這個權子 歐巴桑的話題 對 可是沒有 可是我 我覺得你 年紀不大啊 只是生了小孩 歐巴桑是心態 心態 然後對 生小孩好像真的是 傷一個女孩子很重的一件事 對 沒錯 因為你常常在 感覺身心靈都不一樣 對 以前 還沒生之前 你也不會隨便跟男生講那些 就是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 但是已經見過這些大風大浪了 對 尤其是因為我們都生男生 家裡是太多雞雞了 現在連講雞雞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很正常 雞雞沒有什麼啊 對啊 講什麼皮啊 淡淡囚囚都覺得很正常 對 沒錯 我想應該嚇到很多少男 就算在外面 然後我兒子要上廁所 要尿尿 我帶他出去 我都會大聲跟他講說 你扶好你的雞雞哦 對 我也會 我也會 對不對 對 然後而且 我還在想 夏天的時候 他們兩個會黏在一起 會 雞雞會黏住蛋蛋 對 沒錯 就是說你要先把它撕下來 不用帶動作好嗎 不要帶動作好嗎 不然這樣子 會整個尿到蛋蛋上 對 然後你就會變成 你常常講這些事情 你都覺得沒有什麼 還是人家生女兒就不會這樣子 有可能哦 就是還是很 我覺得是女兒應該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你把你的鼻弄乾淨 才不會 不會跟女兒講這種話 對啊 OK 那可能所以是生兒子的職業傷害好不好 真的 那最後呢 我們有整理出 怎麼樣會讓你散發出歐巴桑的氣息 以下十項 超過五項的話呢 你就可能是歐巴桑的高危險群 所以請大家拿出筆來 自己做一個量表 自己勾一下哦 第一個 皮包總是鼓鼓的塞滿雜物 你會嗎 我皮夾不會 但是包包會 欸對 我跟你講 當那個媽媽 或者是說 到了一定的年紀 很喜歡帶很多東西出門 就是沒有帶到什麼 就覺得很沒安全感 然後我老公很常說 你的包包怎麼那麼亂 那麼多東西 但出去永遠要什麼 牙線棒啊 酒精啊 獅子精啊 也是他啊 對啊 那總得要有人戴吧 但他不會戴 我跟你男生很討厭 所以你是小叮當就對了 對啊 沒有男生 他還會跟我說指甲刀 你有沒有 然後你還真的有嗎 我沒有 沒有我覺得男生很容易不想帶 然後出門就說 那我們就去買 我覺得很神奇 像我很喜歡帶水 我最恨我老公買水 我也是 他也好愛隨便乱 就買水 而且他又覺得 那買一瓶小的 我都覺得這樣很不環保 而且越小水越貴 對 對不對 神奇 來一桶兩公升 好糟糕 皮在路邊這樣 還有呢 買東西要看到特價 才會出手減便宜 你會嗎 好像不會 但是去全聯 他如果一加一比較便宜 就會買兩個啊 然後就會拿很多很多東西回家 還有走在路上經常撞到人 這到底是什麼量表 為什麼歐巴桑這樣撞到人 而且他們會三個朋友就是走在一起 也不管後面人要不要過去 然後會突然揮手 我常常會被突然揮手歐巴桑撞到 好像有耶 年輕人也會啦 好吧 這不是百分之百 看鏡子的時間減少了 這好悲傷喔 你有嗎 我本來就很少看鏡子老實說 我應該算比較 還蠻愛看的吧 但以前可能更愛看 喔 因為畢竟妳是一個女明星啊 有時候洗澡的時候 看一看自己 都覺得喔 怎麼那麼美 你到現在還會這樣想嗎 會 哈哈哈哈 OK 好啦 那穿著保暖跟舒適 比時尚重要多了 就是看到很多歐巴桑 都會穿羽絨外套啊 對 而且都會穿UNIQLO 然後很窄條條的羽絨外套 對每個都穿 我覺得窄條條的很 很不好看 我覺得寬條條比較好看 而且是不是會有那個 他們很喜歡綁一個東西在脖子上 對 欸歐巴桑的脖子很怕冷耶 對啊 為什麼啊 對啊一定要綁一個 對我媽媽好像不綁就會咳嗽 對對對 我們千萬不要綁 啊雖然我們說 咳出來咳死了 咳出血來都不要綁 那就是歐巴桑的象徵啊 因為我媽好喜歡 可是因為我以前只認識我媽 我就覺得是她個人的喜好 後來我發現我婆婆也很愛 我媽媽都會 我婆婆也會 每一個媽媽都有 而且她只要稍微冷一點 她就一定要綁 她就說好像把這邊保護好就好了 對好奇怪哦 而且我以前都不知道絲巾到底誰買 誰會用到絲巾啊 歐巴桑 比如說有的人 雖然你買愛馬仕的時機 是把她綁在包包上 她的包包怕冷 年輕人是包包怕冷 歐巴桑是脖子怕冷 OK還有管別人的挑食或生活小事 我覺得會贏 會會會 管別人小孩也會啊 去公園 歐巴桑會管別人小孩 哦欸我最記得我 其實有一次在餐廳 我幫小孩子換尿布 然後就有一個歐巴桑 一直要把我這衣服蓋下來 你知道我是在廁所尿布台 他就覺得 你這樣把他的肚子打開 他會受風 歐巴桑有一些很奇怪的習慣就是 大人脖子不能吹到風 小孩肚子不能吹到風 你這意思是說他冷不防啊 衝過來幫你 對他經過他就把我們 兒子的那個衣服拉下來啊 他真的很熱情耶 對可是有心住人 我巴桑真的會這樣 會說這個小孩這樣穿太少 或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很長很長 你會嗎 你會去管別人嗎 我不會啊 因為我不喜歡小孩啊 哈哈哈哈 那你生兩個是怎麼回事 你喜歡性交 哈哈哈哈 不然 你有什麼理由 你不喜歡小孩 你要生兩個 欸 我想要給哥哥一個弟弟啊 哈哈哈哈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嗎 OK好啦 所以 這是感人 OK 欸對 真的 對啊 我們都是因為這樣才生老兒的吧 那對於戀愛故事不再感到心動 對 欸我覺得這個也是當我爸上的一個Tone 嗯 以前看到偶像劇什麼都會覺得 蛤好浪漫哦 嗯 然後現在就覺得好騙人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人 他們就是沒有結婚才會這樣 對 心裡就會這樣想對不對 不切實際什麼東西呢 演什麼啊 就會一直這樣想 對 你就是沒有結婚 你去結婚看看 這真的很歐巴桑我覺得 而且很喜歡潑那些年輕少男少女的冷水 沒有我們只是說實話 然後我的那些沒有結婚的朋友就越來越離我而去 真的耶 你覺得我講話太傷人了 然後哪會這樣 欸你知道我們進結合報裡頭有一個人 即將要結婚 然後他在諮詢結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說不要結婚不要結婚啊 結婚沒什麼好不要結婚 好可怕 就直接叫他不要結婚 是不是很棒 還有呢 會一邊拍手一邊大笑 這為什麼不行 我不太會耶 一邊拍手一邊大笑 好像這個蠻難兩個合在一起吧 但是當歐巴桑會笑比較大聲 我倒是比較少看到這樣 對啊 或者是 以前笑可能會遮嘴巴 現在就哈哈哈哈大笑 欸我覺得歐巴桑比較會放屁 喔會會會 偏笑別放屁 所以有嗎 好可憐喔 現在現在這裏面這個空間沒有屁聲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小姐想要走了 沒有 因為你 我跟你講 你是瑜伽教師的人 你有沒有帶過比較年紀 瑜伽教師也很容易放 瑜伽課上完很多人都會放屁 可是沒有 因為年輕人會 年輕人會 壓抑 可是我覺得 歐巴桑不會 沒有 因為我以前去上一個瑜伽課有很多歐巴桑 然后就教室里都是屁身哦 那他只要有人放屁 老师就会说没有关系排气是正常的 慢慢的排气把你身体的气排出来 那瑜伽老师都喜欢你这样讲话 那我就觉得欧巴桑真的好喜欢放屁哦 因为我也会想 可是我会忍住啊 然后我最近在做物理治疗 像我年轻在做瑜伽 年纪大了在做物理治疗 也是常常一个动作 那老师一搬腿 然后旁边床的人就很大声的放屁 好像年纪大了比较容易 比较会克制不住 有可能呢 我们可能还没到 等我们再过两年 我们再派开宅带话 那就请大家留言给我们 对 你几岁有多长容易 不小心放出有声音的屁 OK 然后像媒婆附身喜欢乱点鸳鸯谱 年纪大人好像会这样 好像年纪大人比较喜欢劝人家结婚啦 对啊 不是都劝人家不要结婚 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在一个 很忙碌的阶段 就觉得结婚很不好 然后可能等小孩大了 我们就开始很无聊的时候 那就觉得别人好像也很无聊 不如劝他们结婚 对 我们因为现在还太忙 就觉得结婚太苦了 有 欧巴桑很喜欢帮人家介绍对象 对啊 而且有些还会去银行耶 你知道有的欧巴桑会去银行 介绍女儿给银行行员 因为他觉得当银行行员是很棒的 我家父亲是好多就是比年纪比较长的姐姐都好喜欢去银行一直问那投资理财的事情哦 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投资啊 难道零贵办银行的事情是很丢脸的吗 你是用网络银行还是你会零贵 我有电子银行啊 但是我也会去零贵 会比较大笔的钱 外面的人说逼不得已才会零贵 不然大家都会用网络银行 对 我很喜欢零贵耶 我也是到结婚 就四年前才用电子银行 因为我老公跟我说 我必须要跟他说 我就是每个月赚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要告诉他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说这是要 这是整个家庭的计划 你必须让他知道你大概赚多少钱 哦 对啊 所以我才去办了电子银行才发现 哇原来如此方便啊 我也是耶 我也是那年轻以后 开始用电子银行 然后还有开始用那个 你会用LinePay吗 我不会啊 大家都一直LinePay 你也会拿出卡来吗 就是用信用卡 会会 哦那就不行哦 要用LinePay ApplePay是不是 对没错 好不好 那接下来是 出厕所后会旁若无人的拉内裤 我会 你女明星耶 因为内裤跑 屁股疯疯很不舒服啊 拉一下 不能忍耐吗 不行 所以你不是能穿丁字裤的那种人 我不是我不是 我从小就不是了 可是女明星都要穿丁字裤耶 只有工作的时候被迫要穿丁字裤 其他时候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穿丁字裤的人会晚上都会梦到很像在剃牙的感觉 你知道牙线一直在那个牙缝里头 但我必须说我可以穿有钢圈的内衣 哈哈哈哈 那你赢 因为很多大部分我遇过十个妈妈都要有八个都没有办法穿有钢圈的内衣 但我不能穿丁字裤 如果是有钢圈的内衣 加丁字裤就 哈哈哈 OK 现场的男人他没有评论欧巴桑的行为 但是呢 他说 以一个男生的观点来看呢 有钢圈的内衣加上丁字裤就是无敌了 他给了双拇指 好不好 也要身材好吧 欧巴桑穿丁字裤有好看吗 对耶 你想想 你现在想想 因为屁股很低啊 你有沒有想过屁股蛋他老了他不会在他应该在位置 对啊 而且他可能橘皮跑出来然后皱皱的 又配了 配了两三个痘痘 哈哈哈 就在地下 哎你知道有的女生屁股也很黑 哦对对对对对 会会会会 我有时候看到屁股蛋 我会想说他屁股也很黑 要去雷射 如果你有想要露出来的话 哦那最后 如果你可以以一个美丽的女明星的姿态 跟大家建议说 我们女孩子要怎样爱自己 怎样保养自己才会看起来不会很欧巴桑呢 我觉得就是要实时注意 嗯 而且我觉得男生要完全百分之百的支持女生去做头发 按摩做脸 像我老公就是很喜欢笑我 因为我如果去做脸或者是做头发 他就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他又带着细虐的那种口吻 我就觉得真的很不爽 你以为女生不用保养 不用花时间可以长得漂漂亮亮吗 嗯 就是一定要运动嘛 然后身体才会紧实 你要流汗你才能排毒 你头发不做 脸不做 手脚指甲不做 怎么会漂亮呢 嗯 对啊所以呢 大家要好好赚钱 然后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 每天漂漂亮亮心情才会好 家庭才会和谐 还有以后小孩也会很容易比较 自己的妈妈好不好看 特别漂亮 对 哎我跟你讲 我去我儿子的幼稚园 然后我儿子的同学妈妈二十几岁 对 让我可以把他生下来 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 所以真的妈妈一定要漂亮 老婆也要漂亮 然后女朋友也要漂亮 所以就是要花钱 大家好好赚钱 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 没有错的 哎你很正面耶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要花时间 可是其实我觉得花钱才是关键 对啊一定得要这样子的啊 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 你自己怎么做完自己的脸 嗯 对不对 OK好的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无用小百科 要介绍一些人生中 多知道一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好 虽然你知道他对人生也没有帮助 这就是一个冷知识 无用小百科 今天要介绍是什么呢 我们要讲人体的神秘数字哦 之前我们谈过脖围等于二分之一腰围 你相信脖围等于二分之一腰围吗 脖围等于二分之一腰围 你腰围除二就是你的脖子 蛤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不是耶 我后来回家量 我觉得根本不是这回事 还是我腰围超标 而且腰围会越来越粗耶 对啊没错 脖子会变 胖的时候脖子会变粗吗 会会会会 我老公脖子有变粗 反正他们说脖围等于二分之一腰围 我觉得不准 那今天我们还要介绍哪一些 有可能不准的事呢 一个是一 脚掌长等于手肘长 真的吗 手肘没有我脚 你没有办法试啊 你肚子很大 可是我脚没有那么长啊 怎么可能 你看我手肘这么长 对耶 请你把你的手 所有的现场的人都把脚 翘起来了 看看你的脚掌跟手肘 我是觉得我差不多耶 没有 我是比较奇怪的人 因为我的手特长 你的手真的好长哦 对 我的手长到 因为我的好朋友 右利高我十公分 但我的手跟他一样长 跟他差不多长 对 哦 所以我的手是太长 那王小姐你量了 你觉得你的脚掌 有跟手肘一样吗 确实他看起来是差不多的耶 但你知道这要干嘛 不管 所以这是我们节目 想要带给大家 就是你知道也 没有什么 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些 男生的哪里 看起来就会是那里 好我快要讲 我快要讲咯 一个是 你现在还想知道吗 实用吧 你现在还需要知道吗 请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 跟我说 他儿子的基基很大 大到他吓到 他是先发现 他第二个儿子的基基太 怎么会跟哥哥差那么多 然后医生还跟他说 不是第二个小孩的基基太小 是第一个的太大 然后呢 他还怕我们不相信 他还秀他儿子的基基给我们看 真的吗 结果真的很大吗 真的蛮大的 我们先讲第二个 两手臂平身的长度 等于身高 我好像常听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手 成大字形打开来 会跟你的身高一样 你有听过这件事吗 有 所以你觉得是真的吗 但是我的手臂比身高还要长 就是你就是一个手很长的人 所以我就是应该要再长高一点 是不是这样说 可能是这样 只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才 接下来就是可同最在意的 男生的那里的长度 大概是大拇指长的三倍 是吗 哪有那么长啊 没有我是问工程师是 没有对啊 大拇指三个耶 怎么可能 太长了吧 哪有那么长 太长了啦 骗人 骗人 没有没有 这个长大之后 有三个拇指也很长 对啊 是外国人了吧 两个都是索尔 黑人 这些妈妈毫不害受 就是讨论 是说黑人 两个手指差不多吧 这是哪里来的 冷姿势 对啊这是哪里来的 不可能啦 不可能 大拇指的三倍很长耶 大拇指长的三倍 怎么可能 是第一个指节吧 第一个 第一个指节 没有啊 你男朋友是外国人 三个真的太长了啦 三个太长了 没有我跟你讲 因为气质的男朋友是外国人 真的假的啦 对真的是 可是外国人的大拇指 应该也比较长啊 三个指头真的很长啊 哪来那么长的啊 气质的男朋友正常状态 就是三倍长 怎么可能 好扯哦 哦 那他开心起来怎么办啊 快跑到隔壁房去耶 就算是情趣用品店卖的假洋具 也没那么长吧 对啊 你看妈妈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比一个赞 然后拍照给我们看 我们才会相信 今天的这个 无用的知识 我认为是假的 真的太扯了 对啊 而且那个长也没有什么 妈妈真的很 很棒耶 也不介意收到屌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感恩 大家寄什么给我 我都会抱着感恩的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小姐提醒大家说 散步都是猥胁 不要散步 你就偷偷寄给我 哈哈哈哈 就还想知道是不是嘛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在这么快乐的气氛下 结束了 那 太开心了 对那记得哦 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你好 我是宅女小红哦 然后我们每周三晚上九点 会有新的那个 会有新的一集上架 那不管你有没有在固定收听 请先按关注和订阅我的podcast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你可以留言 我们不一定会回答 那最后呢 我们再请来宾可同 你可以宣传一下你的podcast好不好 哦耶 听老小姐的话 请大家跟着一起订阅起来 嗯 好的 拜拜